适合女生的专业、教育学类,包括特殊教育学、教育学、学前教育等。 女生细腻、活泼、有爱心、有耐心的性格,是得天独厚的教育他人的条件。 大学里,教育类专业的女生在集中学习各科课程的同时,还要系统学习诸如心理学之类的课程,加上女生天生的母性情怀,因此她们在教育学生方面拥有更多的细心和耐心。 而这两大优势将帮助他们在以后的求职中能够顺利地脱颖而出。 经济学大类,包括经济学、经济统计学、财政学、税收学、金融学、保险学、投资学、国际经济与贸易、贸易经济等。 由于金融工程对数学要求比较高,如果对数学不是很喜欢的女生尽量不考虑。 这类专业在大学里开设的课程较多,且基本上以理论为主,相比男生。 女生的沉稳、细致的性格更容易帮助他们学好这些知识。 这样的优势能够满足用人单位最多面积人才的需求。 管理类,包括工商管理、旅游管理、会计学、市场营销、财务管理、人力资源管理、行政管理、海关管理、劳动与社会保障等。 女生是天生的沟通高手、性格温柔体贴、加上较强的领悟能力和普遍勤奋好学的品质,使得她们在这个领域竞争中拨占优势。 法学类,包括法学、知识产权等。 法学类的专业一般,要求学生具有很好的记忆能力、表达能力、思辨能力和逻辑能力。 这些能力恰好是女生的优势特长。 同时,法学类专业的学生将来容易有机会进攻检法机关工作,工作比较稳定,是女孩子比较理想的工作。 这也是女生更偏爱学法学的原因。 但是现在,法学专业就业竞争比较激烈,建议可以继续深造提高自己的竞争力。